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找到了 根据照片上门口装饰的对比 我确定这就是位于南京东路的 樊野艺人皇家会所 输了 陈队 赵天鹏一直在家 没有外出 好 定住他 陈队 这个阿康是一个影楼的摄影师 陈队 排查那把枪的线索 好 我和菲菲跟我去档汇索 是 是 你好 几位 请问有预约吗 你好 我们是上海行政总队的 你好 麻烦问一下 昨天晚上 有没有一个叫赵建成的先生 从这儿订过房间 你稍等啊 我查一下 不好意思 这边没有赵建成先生的登记记录 没有 看仔细点 这个人认识吗 好像见过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他来过 还跟我询问了 宋南先生的包奸号 订了多少号房 稍等 我帮你查一下 是V01和V02号 订两个房间 是的 而且还是我们会所的 VIP宝坊 带我们看看 好的 你带他们去看一下 好 这边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这里就是他们昨天订的 威廉二包房 还有一间在哪儿 还有一间在哪儿 请跟我来 这里就是宋先生订的 威廉一号包房 看仔细点 是 夏宇宇宙 天宝也没有 出品 我 有 刚才 吴克 菲菲 调下监控 是 自已 来一趟皇家会所 你们这里谁负责 前程 把他叫我来 好 您稍等 停 菲菲 你注意到松南手里的那个行李箱了吗 注意到了 我们后来又回到了沈静音的场面 这下可以确定 松南一直找的就是这个行李箱 好了 师傅 你继续放吧 怎么会停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是那边的监控出了点问题 出问题 怎么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 怎么回事 你们建护士的资料都谁保管 是我们老板前程先生保管 好了 师傅 好 把所有资料拷贝一份 我要带回警队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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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所有的东西 都被重新摆过 这儿 这里都有血迹 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还有 看看那边吧 好 从这里剔取刀的子弹 和赵建成身上的子弹 应该是同一个型号 再加上地面上的血迹 基本可以判定 这就是第一案发现成 队长好 队长 监控查犯过了 沈县县离开这里以后 上了那辆黑色轿车 找到那辆车 是 警察同志 这就是我们的经理前程 沈县同志 我是这里负责人前程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吗 昨天晚上这里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昨天我不清楚 把他带回去 前程 咱痛快点啊 威灵一包墙上的弹孔和地上的血 怎么回事 弹孔 弹孔 警察同志 你搞错了吧 怎么会有弹孔呢 我真不知道 你是那儿的负责人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是负责人部长 可是我刚来几天啊 再说了 那墙上有个孔 那我怎么知道是弹孔啊 好 弹孔不知道是吧 地上的血你认识吗 警察同志啊 来我们这里玩的 都是一些吃喝玩乐的人 那喝醉酒 少不了几个打架闹事的 那遇到个手众的 那把人打伤了流点血 不正常吗 前程 我再跟你郑重地说最后一遍啊 在你负责的那个包房里边 有人死了 不是自然死 是枪杀 你要是再在这里边 知情不举 或者提供假口供的话 后果你自己知道 警 警 警长同志 我说 我 我说 说 当时房间里发生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有人给我一笔钱 让我把房间清理干净 不留痕迹 去把卫灵一房间收拾一下 只要不留痕迹 这些钱都归你 来啊 这些钱都归你了 不留痕迹 你不留痕迹 也不留痕迹 那些钱都归你了 你什么人 我也没看清 捂得严严实实的 还戴口口罩 就说把房间清理干净 给我笔钱 会所的包间里面没有摄像头 所以我们也无法查到 当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 我们从整个监控视频来看 有一点可以确定 宋楠很可能要找的 就是沈仙轩随身携带的那个手提箱 我觉得有些奇怪 他们两个明明是一起去的 为什么要分开走呢 这个手提箱里面装的 到底是什么关键性的东西呢 一会儿宋楠拿着 一会儿又被沈仙轩踢走 沈仙轩离开包房 进入走廊以后呢 监控就黑平了 大概有半个小时时间 我问了相关负责人怎么回事 他们居然说不知道 这一定不是巧合 应该就是罪犯 故意抹掉了录像当中重要的部分 应该是为了掩护屋子里的某一个人 你的意思是很可能是宋楠杀了赵建成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不过呢 从录像上看 能够见到宋楠和赵建成进入了房间 也就是说从时间上 宋楠应该没有机会去抹掉这个录像 那就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也偷偷地潜入了会所 然后和房间里的某一个人 相呼应实施犯罪 这个人 有没有可能是阿康吗 对了 沈仙轩离开会所以后 上了一辆黑色小车 你说阿康 这个车会不会踏开 难道是阿康救走了沈仙轩 不准说他也想要那个收听线 这个行李箱这么重要 里边到底装的是什么 警察已经叫我去问过话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警察知道多少 情况不太好 我是怕他们再找到我 我说错话就麻烦了 好 我现在就去 来 来 挖了一挂 这臭娘们儿 跑得还挺快 你这样 接着给我查 我就不信找不着她 回来 我说不说了 我说我说不错了 我说不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知道去哪儿了 在这儿都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十年来一直在服刑 前不久 刚刚出任 市案的那把枪呢 市案的枪支 这么多年来一直沒有找到 马上去追查这个红天啹 吴肯 菲菲 調查一下红天啹这个人 是 是 大哥让你带着等消息 暂时别出门 有事他会来找你 我知道了 红田棋 这个人我还真有点印象 您说说看 这个人平常不太说话 但是脾气特别暴躁 要是有人招惹他 哪怕是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 他都跟人没完 我们想看一下 红田棋复兴期间的探视记录 这个没问题 红田棋复兴期间的 谢谢 感谢观看 来 这边你的咖啡 谢谢 你卫生间在什么地方 这旁边就是 就在这儿啊 谢谢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年了都没有人过来探视过 恰恰在出狱前有人送包裹 是不是太巧合了 的确是 我们就这次线线尝一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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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队 赵建鹏跟丢了 他应该是发现我了 用了他的司机做替身 而且我问了 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好 好 我知道 克兰 能通过手机定位审讯呈阿康吗 他里的手机已经关进了 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找到他们的位置 阿康那辆车停在停车场 现在呢我正在查他用什么办法离开他 好 尽快 好 查到了吗 好 把我手机上 好 我会想到这边 我会想到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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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你见过吗 能帮我查一下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不能随便迁入 可人隐私 林辰 快起来 快 外边的人在找你 你怎么找他 还找我 那个人拿着你的照片 肯定是找你的 好了 你别吓我 不是吓你 那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容易他找到你 麻烦你大了 先慢慢离开这儿 他住在二二六房 二二六 对 好 谢谢你 晓晓 咱们从这儿跳下去 这有个平台 没问题的 这儿 冷血了 没事 我先下去 我在迪接着你 来 请问你 您好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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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flooded 如何 提醒你 你 您好 您好 有人吗 能开一下门吗 所以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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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箱子呢 还找什么箱子 没时间 你还管什么箱子 你还管什么箱子 你把我的箱子放哪儿了 萱萱 命比箱子重要 我说了很重要 刚才我敲门 一直没有人给我开 但我听见了里面明明有人 你能不能帮我把我们开一下 抱歉先生 您不是我们的房客 所以我不能给您开门 不是 我现在怀疑我妹妹 是不是被什么坏人囚禁在这儿 你知道吗 万一在里边出了点什么事 你负得了责吗 那要不报警吧 报头啊 什么警 不是 我是说万一我妹妹 已经被人给那什么你报警 不就人知道了吗 快 必须走了 等等 箱子 箱子 来不及了 快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好吧 站一天了是吧 来 帮帮忙啊 辛苦辛苦辛苦 快 先生这不是钱的事 我们是有规定的 什么规定啊 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 快快快 门打开快 来来来都给你 都给你快 救人哪 开门 快 快 快 来 接着你吧 没事儿来 可我的箱子怎么办 都什么事儿 别犹豫了 快点啊 快点 来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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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开一间房 我要住在这儿 可是先生 隔壁已经 你要是再废话 信不信我把你送这儿扔进去 我知道了 先生 快点快 跟上 快点 这边 这边 不行 那边 快 快 快点快点 快点 快 快 玄仙 你怎么了 你妈的箱子藏在哪儿了 什么箱子 你还装傻 这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人 除了酒店的服务生 别人不可能进得来 你赶紧把我的箱子还给我 学学 一箱钱真的比病都重要吗 钱 你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钱啊 他在哪儿 你怎么能够 我能够 你怎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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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人 有没有 我能够 你怎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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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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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倩倩是我 送门 你还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我给你打电话 当然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不要着急挂电话 我把话说完 你再挂你来的 你想说什么 你现在处境非常危险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我现在给你打电话 就是让你摆脱这个危险 那些人要的是录音笔不是钱 钱你可以留着 把录音笔交给我 这样你就安全了 录音笔 说到这个录音笔 你是什么时候放在我身上的 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现在把录音笔给我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 但是现在我是在帮你 我告诉你 我没那么傻 我已经被你骗了一次了 不会再被你骗第二次 我现在只说一遍 你必须把录音笔给我 不给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必须告诉你 你弟弟刚才打电话跟我借钱 我同意啊 他正在来找我的录音笔 如果要是你不答应你 我就把他交给追你那些人 你觉得后果会怎么样 你让我考虑一下 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你 可以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但是希望你能想清楚 你父母在乡下住哪里我都知道 这些消息我都会告诉别人 队长 沈轩人的手机开机了 我定位了他电话码 定位地址显示在 闽航区的顺通旅馆附近 两个电话码是同一号码打进来的 查一下 这两起电话 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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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答应你 录音笔我给你 你这就对了 把录音笔交给我 你就安全了 懂吗 但是你要向我保证 你不要再去抓热我的家人 我保证 苏南 你千万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弟弟 可以 那要看你什么时候能让我拿到录音笔 我把我的地址告诉你 你一个人来 你把你的东西拿走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马上去见你 不见不散 喂 我找到沈轩轩了 她现在在闽航区的顺通旅馆 我现在过去把东西拿回来 但你记住 你承诺的钱一分钱都没有收 查到持枪人的信息了吗 从死者身上取出的子弹 和十年前一起枪击案的子弹 完全一致 但可惜的是 摄案枪支当年就没有找到 当年摄案的人有两个 一个已经死了 另外一个刚刚出狱 刚刚出狱 这是不是太巧合了 所以我觉得她的嫌疑是最大的 你是看什么 你是看什么 你你哪里 你哪里 你哪里 你是看什么 给我 你哪里 你哪里 哪里 你哪里 哪里 一定要把东西完好无损地取回来 直接送来 老大的意思是可以做点 你是谁 你别过来 沈小姐你吓我一跳好吗 沈小姐 你别紧张 我不是想伤害你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点事 跟我 要打听什么 你能不能先把那刀放下 我刚才又是想杀你 你早就死了 你不是又想早点离开吗 那咱们俩都别浪费时间 这我没骗 说 好 知道了 原地在命 送他现在出现在顺同旅馆 他很可能去见沈全轩 你们俩继续监视 其他人 跟我行动 是 是 行动 行动 ion 对 电혼 你是 有 seasoning 来 видео 这事都说不清楚 是啊 谁知道呢 现在的男人 你好 你好 你们俩刚才说的名字是赵天鹏吗 对 他怎么这么快出来了 博哥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嗯 我只是看到地上有血 我觉得应该是出事了 所以我吓得就赶紧逃走了 那你就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 嗯 没有 我进去的时候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 宋楠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相信我 他们找你是为了什么呀 就为了这个箱子 这里边装的什么 大家看看 这 没 没什么 我叫你打开 来 这钱哪儿来的 这个是我那天从会所里面带出来的 谁的钱 好像是那天一起去会所的老板 让宋楠带过去的 宋楠 至于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我求求你的 你放我吧 好吗 那你刚才那么鬼鬼祟祟的干嘛 还拿着刀 好 我以为是宋楠进了 你把宋楠交到这儿来 他现在拿我的家人要挟我 我只能答应他 把他的东西还给他 他什么时候来 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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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账 我们可以找人家了 谁是哪儿 好 你看啊 我特别知道 我特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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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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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婷婷怎么可以在这儿 妈的 估计是发现了什么逃跑了 跑 快跑 快 三军 离间门口有人追查 照射梦险军线 什么 知道了 别让他跑了 鲁铭 掉头 是 这边 quis 用危险 赵婷婷 上赵婷婷 我们一天 真逃 灵魂 贵婷 上赵婷婷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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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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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人呢 杀手跑了 他被打伤了 严重吗 先去医院吧 转转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担心点安全呢 所以我就去医院找你 结果发现你和那个男的从巷子里往外跑 所以我就打了一辆车跟着你 对了 那个男的是谁 这个是他在旅馆给我的 现业地产赵天鹏 他是这个地方的总经理 他找你干嘛 他就是问了问那天在会所的情况 你没把录音笔的事告诉他吧 没有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跟宋南一会儿的 所以我就没说 好 好了 别担心了 咱们一起想办法 好 宋律师 你好 你等了 他还没回来 我等他 这 宋律师 好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嗯 比刚才好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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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不想好 离总 宋律师刚才来了 urgence女士 什么见你 你曾经像我 严谨 咱们聊聊吧 你怎么会在旅馆出现 跟朋友谈点事啊 怎么了 出旅馆也办法了 那你怎么又离开了 不是警官你问这个问题 真的很没水平啊 我事办完了自然就要走 那不然呢我还 可是你出了旅馆之后 这个枪手就出现了 全上海那么多人 为什么他单单追杀你 警官 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应该 你们警察去查的 对了 选娟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只想马上离开这里 上海这个地方 我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不过 我得先找到我弟弟 他的电话还是没打通 始终打不通 可是你看 你给他打电话告诉他 你要还给他录音笔 他一定是马上来找你 他不会在那儿等你弟 你 你怎么到公司来了 围着跟着你吧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我不得不来找你 东西拿回来没有 我还没见到萱萱 他们最近出事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看到赵天鹏 突然又出现了一个人 拿着枪而且还开了枪 要杀死他们了 这个赵天鹏 他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啊 只是这次 让这个女人跑了 怎么办 这个女人现在是死是活 我不知道 但只要她活着 她一定会联系我 这样吧 我安排个地方 你先躲一下 你的电话也不要再用了 你的电话也不要再用了 以后就用这个电话跟我联系 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喂 叫宋楠 我安排过公司的监控 快快处理掉 好 那你那伤现在怎么样了 还能动 没什么事了 不是 警官 警官 你要是没有什么重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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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的问题 我就先回去了 那边还有好多事等得过呢 行啊 知道你忙 不过呢 你得回答清楚我们的问题 是吧 回答完了以后 肯定马上让你走 好 那您快点 你刚才说去那个小旅馆 是见客户去了 对啊 客户信息能不能透露一下 不好意思 这商业机密啊 我可疯狂 男客户还是女客户 男的 那你从那儿出来的时候 明明是跟这个女孩在一起啊 就算是女客户 那又怎么样呢 不可以吗 那干嘛要撒谎啊 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啊 我又不是那个在大街上 拿着枪杀人的杀手 你们把我扣在这儿 问问问他问什么呀 你还真得回答清楚 我这个问题 这女孩叫什么名字 你找她干什么 叫沈萱萱 我就是想查我爸 被杀的线索 行了吗 据赵天鹏说呢 他今天去找沈萱萱 主要是为了了解一些 他父亲死亡有关的线索 可是他刚刚见到沈萱萱 那个杀手 也就是红天旗就出现了 所以他还没来得及问出什么 另外那条街的监控的 我已经查过了 沈萱萱从街的另一角 出现了之后啊 就上了一辆出租车 当时那个箱子 还在他的手里 我已经跟出租公司联系过了 我已经跟出租公司联系过了 应该很快就会回复了 紫薇那边的报告出来了 证明是同一把枪 还好 我已经看过洪天奇的照片了 能认定今天出现在旅馆门口的 那个杀手就是洪天奇 现在这个枪 人 咱们都对什么 可以肯定 这个洪天奇就是杀害赵建彤的凶手 沈轩轩 赵天鹏 还有阿康呢 阿康怎么没有和沈轩轩在一起 我检查宾馆监控视频的时候啊 发现阿康和沈轩是在一块儿的 只不过后来又分开了 我现在呢正在排查宾馆周围 其他的监控设备 争取尽快地找出阿康后来去哪儿了 这个洪天奇 肯定是冲着沈轩轩手里 到死不撒闯的箱子来的 箱子里面肯定是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后来命都不要了 赵天鹏的怎么办 五个随便 订购他 是 走了 你们觉得这个 枪手为什么要杀沈轩轩呢 不管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个箱子一定是这起枪案的关键 这个可以开机了 你干嘛关心这个 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得到这个 对吗 对吗 你是啊 来 来 许东 义东 这位终于来了啊 还是我的女朋友萱萱 好漂亮啊 老板您好 这位伙伴也很漂亮嘛 皮脂也不错 这是赵总的一边见面的 赵总出手果然大方啊 萱萱小姐 余总 怎么样 自己在这儿很寂寞吧 还好 余总 余总 您好 我们是上海市刑侦总队的 请问这个人是你这类员工吗 是的 可是他已经两天没有来上班了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那你打过他的电话吗 当然打过 可是关机啊 关机 那你给我具体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越想起越好 其实呢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人 感觉呢这个人特别地内向 平时不爱说话 而且跟同事相处呢也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人呢出了名的特别轴 客户要的东西啊他永远也给不了 也不知道费了我多少单子了 所以有时候我都给他气死了